被视为2020总统热门参选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至今仍旧没有松口是否投入总统大选 但在蓝绿两党总统参选人都出炉后 柯文哲火力全开 日前说台湾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真糟糕 昨天还在脸书po影片介绍起自己的公事包 柯文哲今天与妻子陈佩琪在台南 又被媒体问到它是什么包 所以你是认识公事包吗 如果要 很多包啦 甚至豆沙包什么都有 柯市长接着又开始忧国忧民 表示最近一直在想 到底台湾下一步要怎么办 虽然我们都知道说 也不是说一个总统就可以影响台湾的全局 不过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常常最重要是他后面的象征意义 所以老实讲我猜啦 至少那种所谓知识分子跟经济分子 就是说产业界的或者是知识分子 我猜这一个礼拜都跟我一样很焦虑 由于柯文哲这几天对民进党炮火猛烈 先是遭名嘴姚立民提评他网恩负义 作家陈芳明也说 柯文哲把最亲密的战友塑造成敌人 并指当年台大医院很多人投科 是希望不要让柯继续留在医院 柯文哲受保时被问及陈芳明的说法 柯表示自己跟陈芳明很熟 他是台湾文学前辈 有时候是理念价值的因素 他还说自己在台湾政界 跟很多人格格不入 我觉得我很讨厌那种就是说 政治就这种利益交换来看 我们还是太 我刚刚说我的缺点就是太有理想了